跟著導覽員進入這個難得開啟的西岸防空洞 參加的貴賓跟民眾都覺得相當驚奇 很多在地人說感受到青春歲月回來了 小時候的記憶不斷涌上心頭 我們這一代人共同一個記憶 小時候的記憶 老一輩他的體力其實走防空 因為會有防空洞大概幾個原因 不是戰爭就是為了受到武力威脅 所以在日本時代的末期1941年左右 我們對環空已經失去的治癒能力了 所以我們只有怎樣保護他 就只有保護他而已 那在我們這裡面就產生很多很多我們的生活空間 這是我們在整個基隆地景裡面 相砍的很多的環空洞 也是我們基隆目前我倒覺得最有潛力的地方 我們要是去看看其他的環空洞 你會看到都怎樣漲漲亂亂的 但是基隆每個環空洞都有特色 對不對我們可以有自達中正公園的環空洞 對不對也有在裡面賣牛肉麵開餐廳的環空洞 也有一些藝紋氣息的環空洞 還有呢我們最大型的環空洞都在我們這裡面 是非常有趣的 所以我們要像以前 因為整個成品時期太久了 所以我們很多環空洞只要變成了以前是神明區域 現在變成了最髒亂的死角 但是基隆不太一樣 基隆每個環空洞都是貨真價實的 都真的在保康裡面 也是最重要的文化資產 那我們希望把那個鐵門可以打開來 對基隆市文化局這次特別著重在港區西岸的文化之旅 現場來參加體驗的貴賓都相當支持 也希望持續推廣港區西岸的文化故事 我想今天非常開心 在我們高隱新村的下方 然後我們剛導覽了一下這個防空洞的那個感覺 就讓我們回憶起兒時的時候拿火把的感覺 當然我今天更感謝我們議長今天特別提到 就是以後未來的發展真的要在我們西岸這裡 因為我們西岸這裡是早期開發的一個 一個區域 所以說像馬頭工人他們有非常多的回憶 那麼希望說未來我們一些說故事 還有我們的文化古希希望都能夠在 在我們中山區讓我們來展現出來 重新把我們的防空洞開啟 那防空洞是我們小時候的回憶 常常來這邊夏天的時候可以吹免費的冷氣 然後也可以探險 所以對於我們來講 其實小朋友來到防空洞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經驗 當然回家往往都是被父母親罵一頓 但是對於我們來講更驚豔的是 今天能夠在我們的防空洞辦這樣的形式 也讓我們聯想到金門也曾經利用防空洞舉辦音樂會 我們也很希望未來在基隆能夠好好的利用這些防空洞 讓他們重新賦予另外一層意義 防空洞我們中山區的防空洞跟我們的隧道 它都是有歷史有文化有故事在的 所以今天很高興參加這個活動 我也覺得把我們中山區西岸活化起來 然後串聯我們中心就是我們市中心的委託行 還有東岸的一些和平島 整個沿線把它像馬蹄一樣把它連接起來 我想我們過去西岸有非常多的歷史文化景點 包含我們的防空洞 那我們有帶我們來開發 那我們希望未來文化局可以注入更多的資源 來開發我們的那個西岸的狼帶 我們過去在大歷史場景都在東岸 集中資源在東岸 然後幫好我們的東岸的一些旅客商圈等等 我們希望接下來可以串聯西岸的古蹟文化 用文化來治理我們的基隆 用文化來說故事 用文化來導入我們的觀光系統 未來我們的中山區如果可以發展起來 我想對居民的生活環境 對我們基隆市的城市發展 都會有非常強烈的幫助 快快快快 剛才有沒有聽到那個聲音 沒有 那就是我們的空氣警報了 那我們基隆 大概有600多個皇后 是的 裡面龐跟秋節 待會要跟緊一點點 不然待會迷路 你可能在這邊餓了三天三夜 相信在政府跟民間持續的推動下 基隆港西岸的人文故事 会越来越精彩 重新打造新的文化观光景点郎带 串联东岸的大历史场景计划 重现基隆在大航海时代台湾头的荣光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